今年WWDC的One More Thing真的是让小羊沸腾了 但是你也别着急 听小羊站在华强北和苹果手机多年从业者的一个立场上面来分析一下 算是让小羊沸腾的时候 还是17年的全面屏苹果X的一个发布 但是这场发布会也跳好落下来iPhoneX的帷幕 首先iOS17的支持更新的设备不包括iPhoneX 第一代的全面屏产品开始被淘汰了 另外XR才是经久不衰的 但是熬着过今年看看能不能熬着过明年吧 因为iOS18的话 我小羊个人预测的话 我觉得XR作为一个丁子户iOS18 大概率还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后面真不一定了 这小羊刚到货的这批XR64机 到家成本是1000块 加个跑腿费1199出 还有的话就是这些1264才2000不到 还送124天一个质保 新系统的功能真的是没啥好说的 很多人说都是母公司的技术下放 其实都是安卓玩剩下的 最为重磅的还是苹果眼镜 华小美看到直呼 库克这玩意我真的造不出啊